天旋,这个名是奇异的 完了,早的 你好 就是 你说呀 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先说一下我 我自己 我是 一个专科生 然后 你说你的没事 未来 你别紧张,你别紧张,你别看字幕 你就看到我 你看到我,你是专科生 完了,未来想干啥 第一次 没事 就是 工作方面 嗯 要注意些什么 要注意些啥 你现在 以后想干啥活啊 专业是 计算机 专业是计算机 那以后呢 基本上说白了 跟人打交道 绝对没有跟电脑打交道多 是吧 你想说 你想说 你想说是给你未来点建议啊 还是说你在未来 对 就是 未来 给未来点建议 做计算机的 专科生 其实你选的这个职业选挺好 因为未来肯定是计算机的天下 20年前就有人这么说了 虽然今天也不会太晚 嗯 有一个 既能跟人打交道 又能跟计算机打交道 而且入门不需要什么门槛 立马上手就能挣钱的活 你愿意去吗 愿意 去当网管吧 开玩笑啊 我看你太紧张了 我看你太紧张了 给你活跃活跃气氛 就是 嗯 你想想啊 就是 未来 你觉得 等到你年龄到30多岁 该到挣钱的年纪的时候 那个时代你认为 就是学你这颗的 应该是个什么样的 什么样就是 是混得好的 应该是什么样 比如说我们往回看 10年之前 说 10年之前学IT的程序员 好像没有那么 或者15年20年前去了 程序员好像 多死板呢 20年后的今天 混得好的是什么样呢 自己开发个项目 牛逼的做一个APP什么的 不少卖钱 差点的时候在公司里面 当个项目经理 当一个专 单门 单独的一个板块的一个经理 一年也不少正 那是现在搞这个计算机弄得好的 那你 你认为等到十几年以后混得好的 应该是啥样 你想过吗 人工智能网络 这些 人工智能 就是我也认为未来会是人工智能的领域 你觉得啊 就假如说就是以你从你专业角度来讲 就是现在如果有一款人工智能的程序 它适用于很多 比如说手机也能用 或者是什么能服务于特殊群体 服务于人 或者是什么那个飞行的什么那个软件 有这么一款人工智能很好用 它要落地卖出去 才能变现才能见钱嘛 或者它要拿出去应用出去 比如ChatGBT 它如果要是放在桌面的这个电脑上 你光光跟它对话 就是这个桌面人工智能 小艾松学 这边里面装的是ChatGBT 它要有一种形式 有种载体出现在人生活当中 你要觉得这个未来 你说人工智能的天下 在这一步需要花多久 就是把这人工智能到 从发现大家在做 然后这边到普及 大家真正能应用到生活当中 就像曾经智能手机推出了 现在人人都拿智能手机一样 这个时间你觉得需要多久 长吗 我觉得不长 不长 8年 8年 你要觉得这么时间不长的话 你觉得你在这个当中 你能干什么 干什么事呢 是能做开发呢 还是能做方向 定个方向 说怎么能把它适用于哪一部分人 还是说能做落地 把这东西去签个线卖给谁 你觉得你适合哪个地儿 运营吧 运营 那你这么想吧 其实你现在你是大专 对吧 你大专如果你要是情况决定 不能再继续往下读 因为我说实话 你要真想纯 从事纯计算机的话 大专肯定不够 明白吧 但是你想吧 如果有一天说是 但凡设计点业务 或者设计点需要 把这东西推出去 不是纯业务的 你可以做专业知识最强的销售员 或者专业知识最强的项目负责人 但你绝对不会是专业知识最强的程序编辑员 对吧 因为你学的也跟那儿摆着嘛 所以你得知道自己优势跟哪儿 嗯 是不是啊 你觉得你优势是哪儿 嗯 有耐心吧 有耐心 有耐心做售后呗 你看他们打的 有耐心做售后啊 对吧 我这是出现个问题 对吧 人家软件编程的都编完了 你只需要汇一些基础操作 啊 这边给你报 你看我给你修改成这样你满意吗 不满意 哎好没问题先生 我下回还有耐心的 你这不也能干吗 对啊就是运维嘛 是不是 咱受钱做不了 你说我想把这个不满 不感兴趣的人变成感兴趣的客户 我做不了 但我能把感兴趣的客户维护住 他不也是个活吗 是不是 嗯 对 对吧 做运维嘛 我态度好 完了 我又懂点专业知识 去以客服身份 你要想扔 你要想从事技术客服 技术服务部 可能很难进 你要想从客服 你要说我想当客服 然后是说你会啥呀 我专业的 哎 这个就很有竞争力了 对吧 哪个专业的人愿意当客服啊 但是你专业既然不高的话 你愿意干客服 你又是专业的 这反过来可就牛逼了 是不是 你甚至不愿意跟别人沟通 你不愿意跟别人沟通 你客服跟你反应过来 你跟他跟你跟你公司里面的人 去反复去做做做解决 你要求只要要求技术水平不要那么高 你总有适合自己的岗位吗 关键看你应聘的啥 你应聘项目开发做做工程师 你能应聘了吗 应聘不了 对不对 你干运维那就行了 我是个懂技术的运维 那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你说呢 你先尝试一下 你先尝试一下 我告诉你 你现在还小 你不可能一个工作就干到老的 你先尝试一下 你给自己立个目标 三次 去打三个应聘电话 你就明天开始你就去 你稍微组织组织语言 哎 你找一家公司 你说我要当那个售后维修工程师 啥学历 大转 你做好心理准备 他肯定不用你 你听他说啥 你这是干嘛 这是练底气的 练心理准备的 心理准备 在心理演练和实际发生不一样 我跟你说点题外的东西 很多事你是有心理准备的 但是一旦发生的时候 你一样还麻烦 比如你申请连卖的时候 你就知道上来了以后 这么多人我问的话有可能会什么 我就尽量慢点说 但是等到真正上来的一刻 你一样还是蒙 所以说你记住 拿这三次就是练心理准备的 能接受得了 我就奔着去玩一点 这个我肯定进不去 哎我想当工程师 人家说你这水平不行啊 你咋想的 真心工程师 我可以学啊 你就明知道进不去 你也要把这个话说完了 为啥这是锻炼你底气 锻炼你承受能力的时候 第二回呢 你再去找一个公司 你跟他应聘啥 你已经跟他应聘客服经历 你说我要当运维 我要当售后经历 你有工作经历吗 没有 你还是做好心理准备 他不会用你 没有工作准备 我能学 但是我能 我如果能当售后那个运维经历 我一定是运维里面最懂技术的 从这个客户反馈的情况 我能听懂 听完了以后我跟技术团队交流 绝对季节上时间 又提高效率 你就把这话说 我跟你说这个就成功率 他就比第一个要高多了 虽然说不能说能达到一半成功率 达不到 还真就有成功率的这个事 你等到第三回的时候 你这回肯定还是不行 这是练啥 这是练你的选择 对不对 就是你判断一下我们选择的方向 对不对 如果这个事可行 那我们就第三次去尝试 尝试啥呢 我要成为运维 我上来以后能不能当正式员工 我直接上来了以后 我是个懂技术运维 我直接跟公司全体沟通 这是你最期待的一种方式 但是不出意外 他也会不会让你干 如果常规情况来讲 嗯不行 你这个你得实习大地的 不去了 拽一把 为啥 你还是锻炼自己 接受这个事 摆清自己的位置 摆清自己的方向 确定一个啥 接受现实 确定方向 摆清自己 这三件事 你通过这三次 全能完事了以后 从第四次开始 去正儿八经找工作 你要干嘛 我要做一个售后 运维售后 你有什么优点 我与人沟通这块差点 因为我是在校学生 还没毕业 但是我在学 但是从运维售后的角度来讲 我绝对里面专业是最强的 因为我大胆学的就是计算机 这个跟技术部门沟通 肯定更好 如果公司能给发展机会的话 未来我想我定的目标 五年之内 我要当运维部门经理 跟这个技术部门沟通 特别的快 特别的成熟 然后这边处理问题 把公司的几个问题 归纳总结 我会AI应用 我让他们实现线上去咨询 然后把咱们客服部门 节省最大的人工 然后用极少的人去极高效率处理 未来咱公司运维这块 是给你五个人支撑起百万客户的 怎么了 匡匡给他们一顿PUA 帖子你就成功了 你就进去公司了 你就干就完了 你说呢 嗯 是不是 好 找着工作 开上工资了 回来我把灯牌给我挂上 嗯 去吧 嗯 咱们得讲究打法嘛 对不对 把自己锻炼好了 我有这个被拒绝的体系 你记住啊老弟 第四次可能会重复发生十次 你要有心理准备 第四次可不保证一定成功 因为啥呢 有可能公司你看走眼了 有可能公司看你看走眼了 明白吧 他有这个可能性存在 第四次搞不好要重复发生好几次 你要记住直到成功为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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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